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SS光之別臉史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的平民T0首抽 然後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開局的陣容組法推薦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一下這個英雄 那其中推薦你們可以首抽開抽的角色就是我們來到這個帝國聯盟 那必抽的角色就是我們這個白衣天使男丁格 他可以對應到的話是劍與遠征女伯 他可以跟在武方這個攻擊力最高的角色後面 幫他負責抽能 而且還可以恢復他們的生命值 還可以保護武方的主要輸出角 那通常是搭配這個明月然後連續放這兩次大招 然後把這個敵方的全場全部都清掉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抽到這個白衣天使的話 就可以跟很多的這個天使角色做一個搭配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剛剛介紹的這個明月女神 那這個的話也是可以對應到這個靖遠征的角色 他是可以對全體敵方單位造成大量傷害 而且本身他在攻擊時還會提前 恢復傷害量到自身的這個生命值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對面一直在打他 但是他的血一點都不會掉 所以說你們前期基本上玩到非常後面的章節 都可以一直使用這個明月女神 因為後面章節的話也是需要不同隊伍 就不能夠只是單純培養一個隊伍 就玩到非常後面了 那接著呢推薦的這個第二個天秘角色的話就是 我們之前有介紹的這個凱薩 凱薩大帝 那他強勢的地方呢在於他有非常多這個無敵的劍 然後造成傷害也是挺不錯的 本身也可以一直疊加自己的buff 還可以降低敵方的防禦還有閃避 增加自身的攻擊 這個也是可以著重前期著重培養去刷的角色 那前面平民的陣容組法也是相當簡單的 就比如說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南丁格爾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這個明月女神赫卡透 這兩個的話就是我們主要隊伍的DPS 那其他的話則是可以放一些坦克腳和輔助腳 那這邊的話也是蠻推薦這個帝國聯盟這裡的拿破崙 那我們拿破崙最強的地方就在於他的最後一個這個技能 還可以步陣在前排時可以永久提升我方身後的 所有英雄的永久攻擊力還有攻速還可以恢復他們的能量值 而且後續提升等級的話可以額外提升傷害 還有傷害減免以及提升他們的能量恢復效率 那這個buff呢是在他死亡之後都會一直存在 所以可以常常看到我們拿破崙 開場就直接衝到敵方的陣容裡面了 然後融化掉 然後後續的話就看到我們的這個賀卡特 明月女神還有我們的這個藍丁格爾進行一個收割輸出 不過呢雖然他會馬上融化掉他所造成的這個擊退效果啊 或是這個暈眩效果都可以對敵方這個C位 起到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那再來好用的平民神角的話也是前期一定就要上這門這個西諾尼 在陸服玩家都叫他是老頭了 他本身的話可以添加高的這個護盾 而且他也是有一定的這個恢復生命值 稍微一點奶量 那最OP的地方在於他每失去最大的生命值 他就會獲得短暫的免疫傷害還有免疫控制效果 所以說也可以很常看到他前期的話就是一直回血喔 然後又一直免疫傷害還有免疫控制 就可以看到一個老頭一直坦在那邊 然後血量都沒有什麼在動的 相當恐怖的一個前排角色 那其他這種四系的也是有一些好用角色 那這邊的話也介紹給大家 那其中呢就是我們的這個阿卡利歐 他在這個遊戲也是稱為這個小魅魔 他本身也是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這個控制 以及燃燒能力 他可以附加這個三秒的滅獲效果 然後他本身被動的都可以把這個敵方灼燒啊 也可以燒掉非常多的傷害而且還會越來越痛 那其實跟賀卡特相比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這個蛇蠍女王 那我們蛇蠍女王特性呢 在於說比起我們的賀卡特 他的爆發輸出是更加強喔 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他的這個造成傷害都會轉化為自身的這個攻擊力喔 而且每次轉化的比例就會再次翻倍啊 所以說他越打會越痛喔 而且他本身還可以降低他們的攻擊力還有防禦力 所以說常常後面就是一個技能 就直接秒殺全場 那最後是我們這個森林的角色 那森林角色的話 這個叢林賢者主科 這個的話也是非常好用的萬金牛神角 他強勢的地方呢在於他每個技能 有控制啊然後又有治療又有傷害 然後也可以分攤所有的傷害喔 像他這個智慧之隱 受到傷害時會全部均勘分攤喔 這樣的話我們的角色就比較不容易被一個單點擊火輸出掉 然後接下來再搭配一下他的這個技能 還可以暈眩敵方4秒 然後呢還可以讓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增加 第三個的話還可以添加高的護盾 還可以提升他自身的這個閃避率 那這個主科在所有陣容也都是可以輕鬆上陣 那以上就是介紹的這幾隻好用的平民神角 那你們是可以稍微先練個幾隻喔 反正就先把我們這個賀卡特 明月女神先把他抽出來 然後把他升到紅色或是更高階級 再搭配一下我們的這個南丁格爾 我們的叫做小白衣天使 那這個遊戲叫天使都很強喔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的話應該就可以穩穩推關到後面 然後前面的話再搭配一下我們這個老頭 然後我們的這個拿破仁 然後剩下的一個位置的話 就看你們是哪個角色比較強 再看是要上一個-C 或是再多上一個這個小妹妹控制 都是可以的喔 那這邊你們也可以點開每個角色的左上角英雄攻略 那這邊的話就有看到他們這個英雄一些特性 然後能夠怎麼樣的組合 能夠組合成一個還蠻不錯的陣容 但是我們的白衣天使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邊呢 副卡特的話這邊英雄攻略也是可以看到 他跟這個南丁格爾 還有我們的這個負責霍恩海武 負責回能量的組合在一起喔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SX光之編年史的平民T0神角介紹 還有這個陣容搭配組合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好那麼現在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包的訊號 要兌換呢 我們就先點左上角這個人物頭像 那接著呢 在下方就可以兌換 那這個的話是陸服的禮包嘛 不知道台服是會不會用 那想要玩的話可以來這邊輸一下 我們輸入這個VIP3.6 VIP3.6 這邊的話可以領到這個召喚卡兩個 還有一些經驗的加速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的話是這個VIP3.7 VIP3.7 VIP3.7 有一些新陳喔 第三個的話是我們的這個VIP3.8 VIP3.8 這個是這個YSDGYNF 這個是這個OUHUANG 我記得這個DHIP3.8 它是這個BIG3.8 滑降星塵 DHIP3.8 然後這個DHIP3.9 它是這個DHIP4.9 然後這個DHIP4.8 然後這個DHIP4.9 這個DHIP4.9 這個DHIP4.9 是這個DHIP4.9 這CineFi.9